要畫圖 那怎麼畫圖? 優標一樣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找到樞紐分析表分析 的樞紐分析表 所以優標一樣放這個範圍之內 樞紐分析表的樞紐分析 找到之後的話 當然如果我們主要是要統計 它的佔比的話 相對的你要找到哪個比較適合 用來呈現佔比的一個情況 看起來好像 比較合適的 你說老師用直條圖 直條圖是可以 但是它比較不是佔比 它是一個數量 有沒有哪個數量多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試試看 做出來大概長這樣 每個科系的多寬 可是實際上你沒有辦法看出佔百分之多少 有沒有比如說哪個佔的 佔比最多 我只是想要知道哪個佔比最大 OK 那當然你就比較適合用圓形圖 那圓形圖的話 預設是長這樣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圓形圖佔比 有點像一塊餅 給大家分 那誰分得多 誰分得少 其實餅就會 自動呈現 因為細佔這麼大 有沒有 但是 這個圖有一些缺點 什麼缺點 第一個 標題不對 標題的話請你把它點一下 上面改一下 叫什麼 譬如說 叫做 細索 佔比圖 好了 比如說這邊改一下 OK 細索佔比 把那個上面的標題再改一下 然後點這個框框一下 常用的地方 把它換個顏色 然後加個初題吧 長用裡面這邊 然後20號字 OK 第一步的話 就是把標題 標題你可以再把它往上挪一點點 它可以移動的 OK 看你要放哪裡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這個上面的餅雖然蠻清楚的 但問題上面沒有標籤 我們要怎麼知道這個是哪個 科系 你變得你要自己 對顏色 這個是這個 好像 也OK啦 但是感覺還是有點不夠清楚 最好是上面加標籤 要怎麼加標籤 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有沒有 直接給圖書文字 這個最簡單 它就出現了 有沒有 音樂系 幼教系 教育系 台灣系 生科系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如果要凸顯 音樂系 是佔最多的 那怎麼凸顯 那幾個方法 其實你要不就是把這個 大家能不能把字 單獨 單獨變化這個 其實應該是可以 字把它變成 有沒有 你可以單獨 選它 那怎麼單獨選 第一個選 第一下它全選 第2下就單獨選 有沒有發現 然後第3下就是在把它裡面的字 再把它稍微放大 這個可以放大一點 OK 放大到 11 12 OK 把它拉寬一點點 這個可以拉到外面 其實是可以的 拉到外面一點點 有沒有 比較凸顯 可是你說 好像還不夠凸顯 那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我比較習慣這樣 就是把這一塊 這一塊 往外拉 那怎麼做 一一樣點一下 全部嘛 2是選這一塊 選音樂器這一塊 有沒有發現 你就選 紫的這一塊 3的話 你就按住不要放 往外移動 這個 這個 英文名稱叫 Explosion 就是 其實 中文翻譯叫 炸開 這個炸開感覺 有點 破壞性的感覺 這個應該是 有點像 切開 還是什麼 很難敘述 OK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斑開嗎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英文意思就是 炸開的意思 OK 好啦反正大概這樣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再按住不要放 往外拉就可以了 OK 這樣子 應該就 相對 很清楚了 所以我就知道 原來 選我的課的 佔比最多的 居然是音樂系 蠻妙的 居然選 Explosion的這種 課程 最多的 好像 第二支 幼教 這個幼教 應該是 專門針對幼兒的 現在幼兒也要做統計 但其實行為模式 其實也蠻多資料 可以統計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一個佔比 圖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 把這個 資料 把它先做出來 那理論上我大概做幾個 幾個部分的重點 一 我是 利用這個 插入這個 蘇柳分析圖 二的話 我是用 這個 圓形圖 再來的話 我圓形圖裡面做了幾個地方的變化 第一個就是 它的 這個標題名稱 改一下 二的話呢 我是 直接在這個上面做什麼的資料標籤 我是按右鍵 新增 資料標籤 目前這已經做了 所以它 可能就 不會出現新增 你按右鍵之後有個新增資料標籤 圖書文字 記得是圖書文字 等等一個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把 圖書文字的某一個 某一個怎麼做 點它是選全部 等於要點兩下就對了 第二下才是點個別 然後第三下就是再去 找到裡面的資料 你可以拉寬 你也可以 字把它放大 這個其實都可以 放大縮小的 有沒有 OK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塊 筆 把它拉出來 所以點一下是全部 點兩下是選個別 再往外拉 三下 一二三 有點像那種TEMPO 一二三 這樣就會出現 最後當然如果你覺得說 老師 這個東西不要的話 你其實這邊可以有個加號 有沒有這個叫圖力 所以你可以把圖力打勾取消 圖力就不見了 有沒有這個叫圖力 你可以從旁邊這邊有個加號 可以把它這個東西 打勾取消 就是圖力部分 OK 試試看好了 那可以先把這個 簡單的圖給做出來 不過啦這個圖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這個缺點就是說 你說老師 全部的比例好像有點太多 可不可以只幫我留下前五名就好 其實留下前五名我記得好像 好像 上個禮拜有提到 如果你要留下前五名 你必須 要從這邊做設定 這邊的列標籤右邊有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 你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要直的 直篩選 其中有一個叫前十項 那目前的話是 全部的 細索都顯示 好像蠻多的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 你看 總共有到 29-3 26 26個顆細 所以我不要那麼多26個 我只要五個就好了 那你其實可以從列標籤右邊這邊點一下 找到直篩選裡面前十項 你說老師我只要 前五項的話 那沒關係 你把這個 最前的 十項 改成五就可以了 他預設是十啦 我們不要十 我們五就好 按確定 你會發現 留下來的話 就是 數量是前五名的 不過你說老師不是就五個嗎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 數量三的 太多了 所以他其實 有重複的啦 所以他把 三的都全部抓出來 所以等於是 他留下來的好像就十個 還好啦已經比之前好太多 那你可以看到 選課最多的啦 那就馬上凸顯 我覺得這樣更清楚 有沒有OK 馬上可以清楚知道 我選課裡面哪一些科系的同學最多 那我至少 有個 基本的了解 OK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OK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我先來看 好 對 我們先見 很漂亮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